把妈妈的画装进耳朵里 Lita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她最喜欢穿着一件红色的泳衣 钻入浪花中 遨游在大海里 她每次都会下潜到海底 用鼻尖去触碰海底的沙子 在海边有一座黄色的小房子 那就是Lita的家 有时候海浪还会从她家门放进去 这一天 Lita又像往常一样在海里游泳 爸爸妈妈在院子里喊她回家 她就是不回应 Lita 妈妈喊道 你在海里游泳时就跟龙了似的 Lita赶忙从海里钻出来 那是因为我的耳朵进水了 什么都听不到了 Lita心虚地用谎言为自己辩解 这天妈妈正在院子里晒衣服 Lita从海里钻出来时 觉得耳朵有点痒 感觉怪怪的 她伸手一摸 哎呀 左耳朵不见了 Lita害怕极了 她惊慌地赶回家 跑进妈妈怀里说 我的左耳丢在海里了 家人们也害怕极了 赶忙带着Lita去医院 小镇上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惊呆了 纷纷赶到医院里 围观这是怎么回事 Lita坐在桌子上 害怕地颤抖 妈妈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 安慰Lita 经过医生 好一阵全面检查 她诊断说 这又是一只得了无聊症的耳朵 她因为无聊 就离家出走了 她为什么会得无聊症呢 因为她的主人总是不使用她 从不把别人的话装进耳朵里 耳朵当然感到无聊了 在这个世界上 有成千上万只无聊的耳朵 在四处游荡 如果他们的主人能找到他们 还是可以说服他们 回到原来的位置的 从那之后 Lita每天都穿着她的红裙子 跑遍整个小镇 寻找佐尔多的下落 小镇的每一个角落 都被Lita找遍了 镇上的居民和游客 知道这个消息后 也一起帮助Lita全面搜索 寻找她失踪的佐尔 大家甚至还去检查了渔夫的渔网 可始终找不到Lita的佐尔 日子一天天过去 只有一只耳朵的Lita 感觉世界上蒙上了一层灰色 在家里 妈妈给她讲有趣的睡前故事 她只能听到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会漏掉 在幼儿园 老师用吉他演奏着动听的乐曲 她只能听到一部分 最让她头疼的是 因为只有一只耳朵 小朋友们跟她讲悄悄话时 她总是听得不够清楚 小镇上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蓝阿姨手上拿着雪糕 一边填一边说 这也太奇怪了 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种事情 粉婆婆点头硬喝道 我小时候掉过牙 但是后来又长出新的了 我从没听过 又掉耳朵这回事 绿爷爷 溜着狗也停下来议论 真是太奇怪了 这天傍晚 小镇的居民和游客 都在海里游泳 Lita依旧来到海边 寻找佐尔 问大家有没有看到她的佐尔 还向螃蟹 水母和鱼 打听自己佐尔的下落 可是没有谁能给她答案 一天傍晚 Lita大声地问大海 大海 我的耳朵在哪里 你没听到大海的回答吗 一个钓鱼的人说 只有当你愿意使用自己的耳朵时 你的耳朵才会回来 我现在就愿意 Lita用力地点了点头说 那你得用行动证明 说完 钓鱼人继续专心钓鱼 从那以后 只要听到跟自己相关的声音 Lita就会把它装到耳朵里 并立刻做出反应 闹钟响起时 她会立刻起床 上课时 她会集中注意力听讲 妈妈让她收拾餐桌时 她会立刻去收拾 妈妈让她洗澡时 她不再抱怨 而是赶紧去洗 就连在海里游泳时 一听到爸爸妈妈呼唤她 她就会赶快游回来 Lita的变化 让邻居们非常惊讶 一天早上 一股温柔的海浪 顺着门缝流进Lita家 Lita刚睡醒出去客厅一看 海浪 把她失踪的左耳带了回来 她开心地 把爸爸妈妈都喊出来 幸运的是 这只耳朵没什么变化 只是和Lita一样长大了一点 从那以后 Lita只要听到爸爸妈妈喊自己 就会立刻回应 最多等到喊她第二遍的时候呢 好啦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小朋友